我们台湾的人民同样也在问 就是说这些人是不是住在平行时空 这些人是在说哈喽吗 外交部长吴钊燮以时下流行用词 大酸WHO官员为的是 WHO疫情报告中将台湾列为中国一部分 导致台机航班受到冲击 桃园机场里满满都是等待的旅客 二日上午多个越南航空班机 延误或取消 武汉肺炎全球警戒 越南当局在一日宣布 禁止中港澳台航班入境 但短短四个小时又将台湾排除在外 政策大逆转也导致班机调度大乱 越南驻台的代表 他也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因此他立即把这些意见表达为国内 虽然越南当局厘清台湾非疫区 但由于WHO将台湾视为中国一部分 非意大利的航班还在拒绝名单内 的确跟世界卫生组织是直接相关的 因为他们对外的宣布就是把台湾还有香港澳门当成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处理 认为说台湾这边的这个疫情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报告里面已经是非常的严重 所以他们做成这个建议 对WHO做法外交部提出严正抗议 也点出目前没有其他国家打算禁止来自台湾的航班 当全球努力对抗武汉肺炎威胁的同时 中国当局仍以政治来凌驾专业 不只对防疫没有帮助 也伤害台湾人民的权益 欢迎新闻 陈明燕 林永诚 张志豪 桃园台北采访报道